历史今天每天为您回顾一则重要的 刺激历史足迹 今天我们要看的是2005年的今天 台北刺激医院正式起业了 当天是母亲节 佛誕节也是全球刺激日 三节合一的好日子 以做医疗堡垒助力起来 我们一起来回顾这段历史 2005年5月8号 台北刺激医院起业 细雨飞飞 如同甘露净化大地 花莲金丝金设法师盈林 台北刺激医院医护人员 以及职业体主管 在医院大门前广场前程御佛 拉开企业仪式序幕 接下来我们要欢迎 来自全球各地的慈禁人进场 当天也是全球慈禁日 来自20个国家的志工 返台庆祝慈祭39周年 也共同见证爱的医疗磐石 在大台北奠基 台北慈苑在2000年动途 新建工程历经5年 超过10万人次志工 全新投入 而从一开始寻觅建地 就是超级任务 志工四处奔走 沟通协调 终于让一百多位地主 认同理念 愿意转让土地 这个过程里边有多少人参与 多少人帮忙 多少人的慈悲心 一个家族不同意 那你这块土地都不能完整 这个医院就盖不起来 台北慈祭医院位在新店 它的所在地 原本是一间废弃的塑胶工厂 因为产业外移 停工已久 于是慈祭就用分期付款的方式 购入了8000坪的土地 但没有想到土地买到之后 真正的困难才正要开始 要进来拆的时候 几乎看起来每样都是很困难 因为那时候也没有种机械 可以掉东西 都完全靠人工人力的 需要靠很多人的这样的能力 都用绳子绑着慢慢的 因为怕东西一摔下来就坏掉 那我们都知道40年的工厂 它要废弃的时候 那整个灰尘真的实在 没有办法去想象 每一个人来到这边做 早上来的时候皮肤白白的 晚上回去的时候 好像黑人一样 剩下两个眼睛 可以看到人 台北慈祭医院是在1999年动工的 不久之后就遇上了921大地震 于是医院的工程暂时停摆 商人也常常在思索 如何让医院能够防震 一旦地震来袭 要保护所有的病患 于是修改了施工设计图 在台北慈祭医院的地底下 埋入了349棵巨大的隔阵垫 而在医院施工的五年期间 更是有来自全球各地的慈祭职工和会员们 若一不绝地前来参访 大家都有机会盖一所自己的医院 我们常常办茶会 那茶会的时候我就起来呼吁 那呼吁就比如说会众 或者我们师兄师姐 他们来参加 那我就赶快跟他们讲说 一包水泥150 一顿钢筋是1万块 我们每一个人都能盖医院 不管你是建100块我也盖医院 对不对 我建1万块都盖医院 确实就这样万众一心盖医院 一包包水泥根 一根一根的钢筋堆砌起来 就在2005年的今天 这一艘守护生命的法船 台北慈祭医院正式起航了 我也很感恩委员们 会员 总是族行负责硬体 委员负责软体 这种供饮食 供茶水 供应给 在太阳底下 在太阳底下 白天金 破水泥 看他从下 地下 一直到楼上 从楼上的 一直装修到楼下 这样的 真正 委员们 厚为菩萨 很感恩 用真诚的感恩心 感恩这一大群的 建筑公菩萨 这就是医疗系统 要守护健康 也需要医疗体系 守护生命 也需要医疗体系 医疗体系 充满了虔诚的爱 才能真正地 守护社会人群 在医院启用之后 北区志工真的把他当成 自己的医院 这样来守护 每到岁末年中 都会看到这样的场景 大队人马出动 带着自己的扫除工具 把医院的每一个角落 擦拭整齐 要让医护人员 安心在这里工作 病患也能够安心疗养 而且形成了一种 志工与医护人员 相互感恩的美好氛围 慈祭菩萨 我没办法一一感谢每一个人 但是真的是很由衷地感恩他们 这个医院不管是出前出力 从最初的藻地 蒲连锁砖打造每一块 都有他们的足迹 所以这些志工菩萨们 真的是我们的典半 在去年的秋天 台北慈祭医院正式升格为医学中心 走过一路的壁路蓝旅 是众志成城的共同成就 医院的建筑就像佛陀的双眼 俯视苍生 用专业跟慈悲 守护着人们的生命与健康 这就是为您回顾历史今天 2005年台北慈祭医院正式启用 感谢观看